大家好,轰20项目的最新消息是 轰20的设计总师人选已经曝光了 就在这个图上 那涡扇就是WS20的总设计师 总师也同期曝出 现在两个总设计师名字都曝出来了 那么其实很明显 最近像直20、歼20、运20 他们在干什么 换装新的WS发动机 那么其实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件事 就是发动机已经成熟了 那么即将面试这个轰20应该也不远了 那么运20它这个横发 其实是轰20和运20的一个弱点 最后的一个短板 那么随着它运20换发 这个国产发动机 那么轰20相信的问题也是得到解决 那么现在应该面临的 中国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测试新发动机上这个轰20 那么我军呢 还缺远程战略级的轰炸机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所以轰20啊 现在就是备受关注 轰20啊 有人说还处于研制过程阶段 那么 性能呢 各种猜测 那么他的总设计师啊 现在露面 那么出现在名单上 是这个大国啊 大国校友之大国工匠的这个照片 立举了这个总设计师 那么把总设计师名字 亮出来以后呢 大家其实从侧面可以看 可以看什么 可以看他的成熟度 还有这个现在进度啊 他的这个轰20总设计师叫唐长红啊 唐长红啊 运20的这个总设计师啊 唐长红 记住啊 运20和轰20两个啊 20总设计师都是唐长红艺人啊 那么 其实16年出版的一个啊 这个有一本有一本书啊 叫国运20啊 也也披露过啊 叫唐长红作为轰20总设计师啊 唐长红十年某一届啊 蒸蒸铁骨 开始肩负起啊 兼具啊 使命 呃 对于啊 我国新一代隐形啊 战略轰炸机 唐长红总是担负起了他的使命 从飞报 监红7啊 运7-200A到运20 再到如今的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 运20的研制 唐长红设计总是啊 当之无愧 这是他那本书中写的 那么 他这个大学校友之大国工匠啊 力举了啊 这个所有的这个20啊 总师啊 涡沙20总设计师 成龙辉啊 西北工业大学 这个运20啊 总设计师唐长红啊 西北工业大学啊 然后呢 然后呢 轰20总设计师唐长红啊 唐长红啊 西北工业大学 这个15年当时运20处于这个收尾阶段的时候呢 唐长红总设计师就是啊 呃怎么说呢 一直处于这个保密阶段 那么 随着这个运20啊 逐渐的这个完善啊 服役 它出现解密 那么轰20现在呢 应该是处于一个啊 应该处于一个要解密的阶段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么大寒道的这个航发 涡扇20的设计总是同样被包裹了啊 他是谁呢 是我国航空发送机集团型号专职总设计师叫成龙辉 他和唐长红设计总是同样是毕业于这个西北工业大学 嗯 不难看出就是西非的这个啊 设计院已经成为中国大中型的这个运输啊 军民两用飞机的主要研究院啊 啊 涡扇20啊 涡扇20发动机也是啊 西北 所以这个轰20运20啊 这个还有这个涡扇20啊 这发动机都是出于啊 出于一个设计院 那么最新的这个运20B啊 换装了国产涡扇20发动机啊 就是WS20 首飞彻底是宣布了运20啊 这个型号啊 最终的成型啊 也是个运20窝扇20发动机啊 这个成功服役啊 象征着这个轰20啊 马上就要到来 那么轰20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实现首飞 2025年啊 大家记住 2025年前后啊 应该是要装备啊 装备部队了 那么刚才大家看了这个啊 运20的这个啊 运20的这个运20B啊 首飞 换装这个涡扇 涡扇20发动机首飞 那轰20动力系统应该是一致的啊 我告诉大家是一致的 也是这个瘡扇20啊 所以啊 运20换装啊 WS-20是飞 那么 大家可以看这个啊 既然航发一致 那么咱们来看看这个参数啊 运20换装那个涡扇20试飞啊 成功 那么它是无需中转加油就能周际飞行 那么啊 航通发动机这块呢 前面有这个直20的啊 动力系统得到高原验证 这也是标志着这个啊 直20这个啊 航发成功 那么运20也是啊 动力系统得到验证 也可以说是为轰20系统得到验证啊 做了一个啊 做了一个先期的测试 那运20啊 运输机最初采用动力系统是 俄罗斯的这个D-30KP2发动机 最大推动啊 这个推力仅为12.5吨 是俄罗斯的索洛维耶夫设计局 研发的一款涡扇发动机 但是呢 由于俄罗斯啊 现在这个技术水平啊 果足不前吧 他们啊 这个产品力有点下降 所以呢 中国能够进口的数量是有限的 因此呢 中国研发了啊 WS-18发动机啊 就涡扇18 但涡扇18啊 发动机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 因为这款发动机推力同样是12.2吨 那么在维修方面啊 维护方面呢 军方不满意啊 所以这个涡扇20发动机是中国的目标 那这次涡扇20发动机装备在运20B上面 运输机上面进行测试 充分证明了涡扇20发动机目前已经成熟了 而且是由于其发动机直径啊 比涡扇18发动机要大得多 那推力相比要大 也更加节能 那么让运20啊 运输机能够实现短距起降的目标 也飞得更远啊 大家记住性能啊 这个运20它起飞距离要更短了啊 相比之前的上一代运20A 运20B现在起飞更短 因为它是涡扇20 它是更大推力 那么这次这个运20运输机换装的 四台涡扇20发动机啊 成熟度啊 已经非常成熟了 不再与这个涡扇18发动机 或者D30KPR发动机混合使用了 同时也足以见得 足见得这个军方对涡扇20发动机信心十足啊 立马抛出照片啊 要得到这个涡扇20发动机啊 十分紧迫的这个心情 也可以看着军风啊 看出他这个心情 但是我可以告诉来一个好消息 就是啊 运20这个涡扇20发动机成功 也标志着轰20马上啊 马上要要要列装 因为这个涡扇20发动机在运20上面 验证得到成功啊 同时应该也标志着在轰20上面啊 应该是应该是同样测试了啊 因为运输能力相比呢 就是说洲际运输能力相比呢 运20B就是换装握扇20发动机的运20B啊 要比之前的啊 要更航程更远了 它才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啊 洲际洲际飞行啊 比如说是它可以运输啊 99A型那个主战坦克 或者99B啊 主战坦克进行远程的机动 它不需要啊 不需要中途加油 也就是或者是这个降落加油 它配备的这个涡扇20发动机的运20啊 运20B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运输机啊 一个洲际运输机 那么也是符合这个研发目的 所以说啊 运20B才标志着中国的运20啊 成功 那么涡扇20发动机啊 也就是说装备了啊 运20B的 未来一定会上轰20远程 那么四台发动机啊 大家可以想象四台发动机啊 超大能力的发动机 那么它的续航能力 它的这个洲际飞行能力 可且而知 这就是目前 中国这个面临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啊 主要问题就是航发啊 涡扇20发动机测试成功啊 给中国下一步 轰20 轰20面试啊 创造有利的这个有利的条件吧 呃 紧接着中国现在应该是啊 标志啊 轰20啊 问世的一个最基本的一块短板啊 不提 应该是中国在等待这个 美国的B21啊 B21飞 B21首飞之后 中国紧接着一定会公布啊 运20的首飞 轰20的首飞 视频 我们等